嗨 我是寶可夢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也歡迎你先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也別忘了五星評價喔 今天的主題是 樂天銀行貸款活動優惠解析 來囉 它就會把這個限制清場的期限 拉到非常的長 甚至希望你就是乖乖的一個月一個月講 不然你就會有違約金的問題 在樂天也是一樣的 它其實沒有在活動裡面寫到說 它的這個限制清場期限 嗨 我是寶可夢 歡迎回到寶可夢卡號 最近其實我發現 市場上有蠻多的這個銀行在推出 這種所謂的貸款活動 那甚至他們都會加上這個 所謂的親友推薦 非常的尾茅 尤其是以這個純網銀更誇張 因為他們其實沒有實體的分行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透過就是 分行的行員來做這個貸款推廣 所以他們要怎麼做呢 就是把自家的這些會員 就是我們在使用這個產品的人呢 直接就變成可以推廣的人 所以這就會引起我的注意啊 畢竟咱們就是 全台灣最會做MGM的人嘛 但是這一檔活動呢 這個樂天的推薦貸款活動 其實是遠遠的超越 將來銀行跟Line Bank 他給的優惠其實是蠻好的 所以這一次我其實有點意外 所以我也趕快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這樣子 那你該不該借錢 這件事情我覺得你必須要自己去想清楚 因為這就是所謂的行銷活動嘛 但是這個行銷活動會不會打到你 我覺得這個就要看你自己了 如果你在存錢的階段 甚至你其實沒有消費的需求 其實你都不需要去做借款這個動作 但是如果你有某些你想要去執行的事情 比如說你要完成你的夢想 或者是你急需一筆錢 那麼這個行銷方案 也許對你來說就是有幫助的 那畢竟他給的這個回饋跟折扣蠻多的嘛 好你就可以參考 這一次呢這個樂天銀行的貸款活動 叫做樂天貸 那樂天貸他給的優惠怎麼樣 最長呢有84起 借錢借7年 那他的年利率是1.95%起 這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自己本身的信用狀況 非常良好的情況之下 然後再來你就是什麼醫師啊 律師啊 好這種比較優質的職業 好 那麼你就有機會拿到最低的這個利率 那再來他最高可以貸款多少呢 可以貸款到500萬元 好 所以這個數字其實是蠻高的 那如果你要把這個錢借出來 然後去股市裡面去炒股的話 我個人覺得風險蠻高的 好你就要自己去想清楚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想這樣做 好那當然OK就是有賺有賠嘛 所以賠錢的機率比較高 但是你就自己去去想一下 是不是適合這樣子 好那這個樂天貸有沒有什麼陷阱呢 我覺得他這一次比較特別的就是說 他的開辦費只有168元 好那相比之下 像將來銀行他的開辦費就少了 好像到600多塊錢 Line Bank他的開辦費來到888了 所以其實都蠻貴的 那反而這一次這個樂天銀行 他就特別把這個開辦費給調降了 他的開辦費本來是6000塊左右 所以你如果有稍微比較一下 其實其他的傳統銀行 所做的這個貸款服務 他們所要收的這筆開辦費 其實都是5000元到7000元左右 所以這些純網銀 他們所推出來的信用貸款 有一個蠻大的優勢 就是說他們其實都把他們的開辦費 壓到了1000塊以內 這個跟其他傳統銀行比起來是差蠻多的 那再來就是信用貸款的利率 他們也是把它壓到2%以內 那像Line Bank好像是1.98 那最低的話是將來銀行是1.92吧 樂天就差不多在中間大概1.95左右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可以去簡單的比較一下 然後看哪一個是比較適合自己的 那他這一次還有一個所謂的抽獎活動 也就是說如果你有完成貸款的部分 他就會把這些人通通都丟到這個抽獎的池子裡面 然後會抽出1111名的得主 從他最少有送168元到最多送16888元 其實我覺得都蠻多的 如果你抽中的是普獎 就第三獎168等於是你的開辦費 他還幫你就是免除掉了 我覺得這個倒是一個所謂的 這叫什麼錦上添花 你不用去期待說自己一定會去拿到 但是如果整個活動期間呢 低於111人申請 那你應該基本上就是一定會中 我覺得這個基本上還是可以相信一下 銀行他們就是抽獎這部分 應該是不會就是在內定了 好 那你要怎麼樣才能夠拿到最低1.95%的這個利率 我覺得你還是需要稍微把持一下有幾個原則 第一個就是你跟各大銀行之間的信用往來記錄 必須要非常的良好 比如說近半年之內的這些信用卡賬單 都是要全額繳清 這代表你的信用是很好的 那再來你的DBR不要超過22倍 如果你有做其他的信用卡分期付款什麼的 請你都先把它還清 之後呢再來借款你的利率就會是比較好看的 那第三如果你的工作性只有前500大企業 或者是軍公教 剛剛講的這些醫師律師等等的職業 其實都是相對穩定的 所以銀行就會願意給你比較低的利率 畢竟你還得起錢嘛 那再來就是你跟這一間銀行的往來信用狀況 如果有很好的話其實也會有這個加分的效果 好那這一次他所做的這個MGM活動是什麼呢 好我來跟你分享一下 他就是說樂天DiveTogether 自有推薦專案 他的推薦專案就是說 如果你是持有樂天銀行帳戶的人 你就可以推薦親友來申辦貸款 只要推薦成功 你就可以拿到2000塊的現金 你的親友也可以拿到2000塊的現金 對於樂天銀行來講 他只要有一個新戶 開完戶之後馬上申請貸款 他就會損失4000塊錢 所以我覺得他的這種 貨客的模式有點令人匪夷所思 因為這基本上怎麼算都是賠錢的 我其實不太懂為什麼要這樣做 但我後來我看了他這個推薦成功的細則 我才發現說其實也沒有那麼簡單 第一個就是你必須要沒有跟樂天銀行往來 就是你沒有開過戶的情況之下 來參加這個活動 你才符合資格 那你知道其實我們這半年已經有持續的在邀請大家上車 就是說你已經有開戶的人 你是不能夠參加這活動的 你看他就很嚴格的就是把某些已經既有的這個客戶都排除掉了 那第二個呢就是你的借款金額不能低於10萬元 10萬元我覺得其實還好 因為通常一般人借信貸都會借個大概七八十萬到上百萬 所以借10萬塊真的是難鬧的 因為10萬塊誰拿不出來啊對不對 那還有一個要求就是申請貸款成功之後呢 你必須要連續繳款繳三期 繳完了你在第四期才可以拿到推薦獎金 然後推薦人跟被推薦人才拿得到這個2000塊 我覺得他還是有一個小小的難度 他沒有辦法讓你就是借了一個月之後 第二個月馬上就還掉 好不行 他其實在活動中沒有特別去說明所謂的綁約期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在乎 就是你借了一個七年期的信用貸款 你可不可以在第一年就是你已經走轉完畢了 就把錢還回去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你要去看你自己的這個限制清償的這個期限到底是多久 那有些銀行呢 他不希望你太早還 因為你太早還的話他就賺不到利息了 他就會把這個限制清償的期限拉到非常的長 甚至希望你就是乖乖的一個月一個月繳 不然你就會有違約金的問題 在樂天也是一樣的 他其實沒有在活動裡面寫到說他的這個限制清償期限到底是多少 所以你必須要在申請貸款的時候在裡面來做選擇 我個人推估他應該是說如果你的限制清償期限比較短 那你的利率會比較高 但如果你的限制清償期限比較長的話呢 你就可以拿到比較好的利率 因為他就是要賺錢嘛 也知道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智檔活動有沒有陷阱 其實還是有的 所以你不見得就是為了要賺到這2000塊的回饋 然後去申請這個貸款是划算的 其實沒有 他不見得會是最划算的選擇 但我們還是要提供給MGN活動回饋給大家 畢竟這種貸款的活動我都是採取1比1的回饋 就是銀行給我多少 我就回饋給你多少積分 所以你只要有成功申請貸款 那麼我也在明年的4月份拿到推薦獎金之後呢 我就會把等值的積分回饋到你2024年的夢幻一瓶挑戰賽裡面 那我們這邊呢 其實在網路上面就是稍微修正一下 我們自己的夢幻一瓶挑戰賽的規則 就從2023年開始你只要有做登錄一次 2024年就會直接沿用 所以你不需要再重新登錄了 所以你只要有現在做登錄2023年的挑戰賽的這些小財神們 你們就不用再額外的去做登記 只要在2024年呢 把你在2023年的自己本身的序號填進去 來回報你就可以拿到了 我覺得這個就是非常簡單的玩法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我們這個夢幻一瓶挑戰賽 每一年度都是重新計算的 那你要拿我的積分有那麼簡單嗎 其實你都要跟團開戶或辦卡才拿得到 那銀行給的這個發獎的力道如果比較小 我給你的就少 那像這種發獎力道給到這麼高的就非常非常的難得 所以如果你想要取得就是明年的第一名的話 你要申辦什麼像美國運通簽帳白金卡 他一戶有推薦獎金比較高的 我才願意給到2000積分 但是這張卡片你申請要36,800年費 也不見得每個人每年都可以這樣一直去申請 說真的是有點困難的 但是這款貸款活動呢 他給我2000我就給你2000積分 所以你就可以就是現在申請這個活動 那麼明年你就有機會拿到2000積分 你就直接變第一名了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蠻有趣的一個做法 那說不定年底你就可以拿到五萬一的 這個Apple商品卡 那你就可以去換一支最新的手機 iPhone16之類的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需要想蠻久 重長記憶 不是說你現在辦 然後今年拿到就直接把它換掉 當然就是要想一想 把這些點數最大化 自己的利益 我覺得這才是比較聰明的做法啦 但是追根究底還是要回去問題的核心 就是你真的有缺錢嗎 那你有需要去做貸款嗎 因為你這個貸款的利息跟本金算一算 它不見得會是一個划算的選擇 除非你真的吃了蹭脫錢的心 就是明年二年二四年 就是要拿到我們這個夢幻一瓶挑戰賽的第一名 才值得去申請這一份貸款 然後來賺取2000積分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或任何的想法 也歡迎你就是到粉絲也私訊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donate都可以 我們有看到的話都會在做節目跟大家回報喔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 變成這樣 我們下回再見囉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